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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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路江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我跟Coti第一次的兩天一夜旅行 我們兩個要去日本群馬的草莖溫泉 第一次跟Coti這樣接去外地旅行 我真的超級期待的 我跟Coti第一次的兩天一夜旅行 我們兩個要去日本群馬的草莖溫泉 這次是從新宿座高速巴士過去 總共要做4個小時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湖東的休息站 來買早餐 他買的咖哩麵包還有奶茶 這個尺寸超小超可愛的 那我們等一下坐巴士差不多2個小時 就可以到草莖溫泉了 大家我們現在已經到草莖了 哇! 哇!好久沒來了 上一次還是跟文當好幾年前說來喔 那這次我們要用這個 這個手型就是油膜的小版Size 那草莖這裡他們有非常多店家 都有跟這個手型合作 所以只要去合作店家的時候 出示這個手型就可以得到特別的優惠 那我跟Coti第一站要到這個 玉座之湯租浴衣 他們租浴衣本來是3個小時2500日元 但是我們用這個手型的話呢 就沒有3個小時的限制可以到晚上8點 果然來草莖這種溫泉街 就是要租浴衣 好期待 因為我的頭髮比較短 所以我就沒有另外做造型 可是大家看這個頭飾也好可愛喔 我們兩個換完浴衣了 哇!Coti也超可愛的 那我的浴衣是黑紫色的 然後因為現在天氣比較冷的關係 他們店家還借我們這個披肩 那我們現在吃午餐 午餐我們要吃蕎麥麵 叫銀智玲的店家 我們兩個人都點十個蕎麥麵套餐 他這份套餐呢 有溫泉蛋 蕎麥麵醬汁 還有天婦羅醬汁 還有一整盤的蔬菜天婦羅 我跟Coti還另外加點了芝麻醬汁 還有兩尾炸蝦 哇!超級豐富的 好吃耶 我來吃吃看它的炸蝦 超級大隻的 超級大隻的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嗯~~ 海鴨好吃 嗯~~ 超級大隻的 它的炸蝦是真材實料的 哇這蝦子很好吃耶 我真的超愛吃日本的蕎麥麵 大家來日本一定要吃吃看 那這家店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手心 只要吃1500日元以上的餐點 就可以免費獲得一瓶飲料 或者吃冰淇淋 那當然要選冰淇淋啊 它這個冰淇淋給的份量很足耶 好有誠意喔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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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厚 它牛奶好濃喔 好吃 好美味 好吃 哇 哇 Coti吃冰淇淋吃得好快 它吃這麼多了 然後我來吃這一點點 我愛你 那我們兩個吃飽了 那現在呢 要在這附近放一下 好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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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下水道蓋有熱氣 站在這裡超暖的 可以 可以 那那裡有足湯 這裡還有手湯 超酷的 這裡真的是溫泉順地耶 哇 好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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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看到一家超可愛的店 叫做 它們這個壁畫也很有那種 日本錢湯的感覺 我愛温泉 所以很美味 啊 啊 我真的覺得我們兩個穿衣衣在這種店裡 超可愛的 尤其上面是這個 超可愛的 超可愛 很可愛耶 温泉都要去吧 很可愛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 草津溫泉布丁 聽說這個布丁也超有名的 聽說這個布丁也超有名的 很漂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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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的山林的色彩色 看起來 開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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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軟超級嫩 它吃起來很有奶油的滑順感 它吃起來很有奶油的滑順感 上面的感覺非常有爽口 爽口的爽口 很爽口的爽口 我一開始以為它會有一點違和感 就完全沒有耶 我就是不認識你 很喜歡的 對耶 說得很厲害耶 所以我就上網查 草津溫泉有什麼推薦的 就看到有人推薦這個布丁 我就想說我一定要來 連丸的耶 嗯 那我們現在呢 要去我們住的飯店 那我們住的飯店呢 是有接駁巴士 到接駁巴士的時間的時候呢 飯店人員會拿這個帘子 來跟我們說可以上車囉 今天的宿舍到了 我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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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們大廳的地板 竟然是床暖房 好暖喔 好暖喔 馬上帶大家來 露霧自愛一下 開門 歡迎 我們的導遊 請Cody 請Cody到我們參觀一下房間 請請請請請請請 請請請請 我們這裡呢 這個就是 今天的特別好 這就是 超喜歡 看一下這個景色 你看這個景色 超級好 超好 超喜歡的 我很喜歡的自然 因為海也沒有 但是山不上 那麼山很美 然後跟大家說 Cody旁邊的這個小窗子 它其實有個小小的機關 就是 它打開的是 電視 我覺得應該是為了呈現 一個很忠實的和風的感覺 所以電視就把它這樣關起來 來吧! 請介紹! 謝謝! 這裡有點綺麗 感覺今天可以在這個房間睡得超好的 充分的標誌 超級美的耶 這裡也很驚訝 這是洗面台的吧? 這裡也很普通吧? 但是... 這個位置... 登登! 登登! 是露天風呂 有温泉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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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溫泉的旁邊呢 就是可以看大自然風景的陽台 哇好享受喔 然後跟大家說這家旅館他們有手型的特點活動 是入住的話就送一盒日本點心 我覺得他們送的還不錯耶 跟大家說個秘密 剛才Koti把這個零食箱打開的時候嚇了一跳 你看! 兩人也入住了 欸!真的入住了嗎? 欸!真的入住了嗎? 這是什麼? 欸!你怎麼吃這麼好吃 味道很重要 啊!味道很重要 啊! 大家看它裡面的芝麻滿滿的 可能有點看不出來 因為它的饅頭體也是黑的 可是味道超濃、超好吃 那我們休息一下之後呢 等一下再去看一下晚上的湯田 然後我們兩個就要回半店吃晚餐 我們兩個就要回半店吃晚餐 我兩人都會有趣 ね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晚上的草莖溫泉 大家看它的燈光 都是橘色跟黃色的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全部都很漂亮 很漂亮耶 對啊! 這是初次的 他們那個硫磺味超重的 我很喜歡 就溫泉的感覺 有油煙的臭 啊!對! 我跟孩子們一起吃 一起吃 這臭的臭 很像以前的記憶 都很重的 Cody在自拍 好可愛喔 欸!晚上的草莖溫泉很美耶! 很美耶! 很美耶! 我跟Cody剛才其實超想睡覺 但是還好我們晚上還是有趕過來 超美的! 很值得一看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飯店 現在要一起去吃晚餐 嗨! 嗨! 今天我已經很幸運了 很棒!草莖溫泉 不錯!草莖溫泉 他們這家飯店晚餐桌上還有放 今天擔當我們的stuff 這位stuff還會說中文 好酷喔 我會講中文啊 喔!好厲害喔! 你們也會講中文嗎? 喔!我是台灣人 喔!台灣的哪裡? 呃!台灣台北 台北?喔! 我也吃過 喔!真的喔!他是日本人 對!我是香港人 喔! 對!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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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Cody吃的東西我光看就覺得很好吃了 他的湯裡面竟然有一整塊魚肉 那這一次呢我點的是壽喜燒 壽喜燒的話第一層有肉片 第二層是蔬菜 我最愛的壽喜燒 好吃 他吃的就是入口即化 然後壽喜燒味道又有入味 好好吃喔! 大家我們現在已經吃完晚餐回到房間了 超飽的! 噢!我腹一杯! 那我們兩個現在就要去泡一下溫泉 然後泡完睡覺來迎接我們隔天 隔天也要在草莖溫泉晚一天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掰掰! 掰掰! 大家早安! 雖然我是霓光 可是給大家看一下現在早上的景色有多美 大家看!早上超漂亮的! 早安! 昨天二人都在泡水了 對! 我發現就沒有記憶了 對! 那今天第一個行程呢 我們要來看草莖溫泉他們這裡非常經典的湯柔秀 我那時候是初期的嗎? 對!初期的見過 對!初期的! 超級興奮的! 對!初期的! 那這個湯柔秀也是可以用這個手型 一個人的話可以折50日圓 我們來買個地藏燒 好! 耶~~~ 好可愛喔! 這個超適合拍照的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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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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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我點的是巧克力蛋糕 Cody點的是烘焙茶戚風蛋糕 你看! 好笑喔!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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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順便跟大家說這家店可以用手型 一個人可以折50日圓 嗯~~ 最後我們來買土產 我們昨天大概有逛一下裡面超豐富的 全部都是入浴劑 難得來到草莖溫泉當然要買入浴劑 哈哈哈哈 這個好可愛喔! 而且還有賣濃縮的草莖溫泉水 因為它是濃縮的所以要沖淡 那小瓶的可以泡三次 大瓶的差不多可以泡五次 還有這個小胖型入浴劑 哇!這感覺泡起來超高級的 好可愛喔! Cody買了草莖溫泉的溫泉水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兩個還去Nakayoshito買了 泡竹湯用的毛巾 還有餅乾 還有 這個 温泉饅頭 還有泡竹湯的時候要吃的溫泉饅頭 那他們這家Nakayoshito也是用手型有特點 提供兩個讓你選要哪一個 一個是九折 另外一個是會送一隻溫泉小鴨子 好可愛! 超可愛超是拍照的啦 好可愛喔! 那他們草莖溫泉這一圈呢 除了有很多竹湯之外還有手湯 大家就可以在這附近享受各式各樣的溫泉 有很多東西吃的 但是我最喜歡的溫泉 但是我昨天的温泉也很喜歡的 很喜歡的 很喜歡的 長過了 對! 我們昨天的溫泉呢 除了溫泉之外還有三溫暖 因為Cody她超愛三溫暖 所以她泡了超級久的 好旅 真的好旅 真的好旅 完成了 好旅行 大家那我跟Cody現在要回東京了 我覺得草莖兩天一夜剛剛好 很溫泉的吧 很溫泉的吧 好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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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回來草莖溫泉玩的話呢 也可以買那個手心 就是我覺得非常方便 很多店家都可以使用 那またCodyと一緒に見に行きたいです 行きましょう 好開心 可愛いねCody 那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見見 掰掰 掰掰 如果唱會 歌詞